-Are you readyisz photo? 哈啰大家好我是ANNICK47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先跟你們說生日動物節快樂 那因為夏天了嘛 那就是趕快來跟你們分享我近期的愛用品 但是我最近的話購在購物方面好像算是蠻理性的 所以我沒有買太多新的東西 就是可能最近出了新品 讓我感興趣的東西也不多吧 所以反而變成我沒有買太多新的東西 但是我還是會跟你們分享我最近購入的喜歡的東西 還有我最近很常用的東西 然後要倒一些生活小物這樣 那就話不多說趕快跟你們分享 那我們就先從底妝的順序開始分享好了 那一開始就要跟你們分享這款防曬底妝 它是Miko 我發現很多人叫它Miko 我都叫它Miko 那沒關係 反正你們知道是什麼牌子 他們家出的這個流光透潤物理防曬乳 然後還有出兩個色號 對 我現在手上就是一身一淺兩個色號這樣子 然後它的防曬系之爲SPF50PA兩個加 我之前是買 一開始是買它的深色 但是我覺得它完全揮發之後 對我的皮膚來說好像有一點點暗 所以我後來又去買了淺色來做調和 因為它是只有兩個顏色 你可以看到色差蠻大的 所以皮膚夾在 膚色夾在中間的人應該會有一點點尷尬 然後它的妝感是屬於很自然清透 但是修飾度又還不錯的一個分底 它遮瑕度並不高 但是你上完之後你會發現它 均勻膚色啦 修飾毛孔的效果都蠻好的 然後它擦上來不是完全霧面 它有一個微微的光澤感 我覺得它擦上來就真的很像衛素顏 就是你皮膚沒有上妝 但是你膚質看起來會還不錯的那種感覺 只要你沒有太嚴重的瑕疵啊 然後它堆疊之後的妝感也依然是很輕薄的 就是很清透的那種感覺這樣子 我就很喜歡 對那當然如果你跟我一樣 像我近期臉上的瑕疵就比較多嘛 就可能要搭配遮瑕膏 但是單用它的時候呢 它的妝感真的是那種非常的驚艷 然後再加上它本身有防曬系數的話 我覺得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雖然很多人都說不要拿 不要相信底妝的防曬系數 但是呢 我平常上班的時候 真的很懶的時候 擦這種有防曬系數的底妝 我個人會覺得比較安心一點 就是至少我有給皮膚一些防曬系數的保護 然後油皮的話 我自己用這個 在不擦控油防曬的情況下 單用這個搭配蜜粉 基本上到第四個還是五個小時 我的妝感都還算蠻完整的 然後把臉上的油壓掉之後 也不會到脫妝脫得太厲害 就是日常趕時間的早吧妝或上班妝來說 它非常非常的方便 對 然後接下來這個不是新品 但是我近期也蠻喜歡用的 它就是HIMI家的遮瑕膏 對 因為我現在臉上的那個瑕疵比較多嘛 然後用HIMI的遮瑕膏就是遮得蠻好的 然後它意外的對於毛孔的修飾度來說也還不錯 就是平滑膚質的效果很好 所以我就是會把它用在臉上比較大面積需要遮瑕的地方 我覺得它沒有那麼適合擦眼下 因為它有一點偏乾 可是它對於修飾膚質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個人就 最近就還蠻喜歡HIMI的這個遮瑕膏這樣子 我都拿它來遮臉比較大面積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效果非常的不錯這樣子 然後再來呢是兩塊粉餅 這個我之前在分享鬥妓妝的時候 就有說我挑了MAYBELLINE的SUPER STATE嘛 因為我覺得它的遮瑕力 就是修飾膚質的遮瑕力比較好 雖然它的粉質沒有到那麼細 如果你硬要拿它去跟專櫃比的話 然後它的持妝度也OK 雖然說出了油之後 你在按壓的時候會感覺到 好像掉粉量有點兇 但是呢 衛生紙按壓完之後 你也不會覺得它的妝是整個脫到 好像臉上都沒有粉的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 以開架粉餅來說它算是過關了 然後它的選色也算蠻多的 所以就是如果跟我一樣 皮膚比較健康的女生 在他們家都可以找到 就是比較適合你顏色的粉餅這樣子 我就覺得它是一個好 容易取得 然後又不雷的一個產品這樣 所以我近期就還蠻喜歡用它的 對然後用起來的妝感都還不錯 像我今天就有用這個 掃在我的臉上 我就覺得 妝感是確實是還挺好的這樣子 就還蠻喜歡它的 然後再來呢 是REMAI 應該是念做REMAI吧 REMAI家的這個粉餅 那 近期的小紅書上面 不是還蠻流行那種 所謂的霧面提亮色嗎 但是在台灣的開架 你要找到什麼霧面提亮色 其實蠻困難的 然後我就看到REMAI他們家 有出那種顏色很淺的粉餅這樣子 然後它這個好像是 算是控油的粉餅吧 它就是礦物質地霧感控油粉底 對 然後粉餅 對不起 然後我就買了這一個 來當作是霧面的一個提亮這樣子 你可以看它顏色真的很淺 那剛好我們油肌 就是需要提亮 面中這些地方 毛孔是比較大的嘛 那我就發現它修飾 毛孔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尤其是 如果你把它上在這一塊 像我們這一塊 因為鼻子這樣下來 這邊應該多少還是會有點毛孔嘛 那你用這個上在這裡的時候 你會覺得 欸毛孔你瞬間是被Camping的感覺 就是妝感非常的好 然後它的控油效果也還不錯 對那如果你有需要就是霧面的 油肌啊 如果你有需要霧面的提亮 然後我覺得可以 買這個來當作是霧面的提亮 它效果還蠻 它還蠻自然 但是又看得到效果這樣 所以這個我近期其實也是蠻常用 而且這個也算是我比較 偏近期才買的東西 然後就變得很愛用 因為我應該在影片裡面也拿出來跟你們 分享過就是 近期還算是蠻愛用的一個 提亮的粉餅 然後再來呢 是我很常用的一個腮紅 對它也被我講過好幾次 它是矮咪咪家的這個腮紅這樣子 它的中文名稱我忘記了 反正你們會在字幕上面看到它 然後我個人最喜歡的顏色 這次就跟你們分享色號 因為我平常不太喜歡分享色號 是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的膚色 還有喜好都不一樣 所以我跟你們分享色號 那未必就是 因為我的膚色跟 可能跟在看我影片的人不一樣 那這個顏色我擦我覺得好看 你擦了不一定會好看這樣子 對那今天就是 跟你們分享我喜歡的色號 那我喜歡的是01號的這個顏色 它是有點像 這顏色要怎麼形容啊 我覺得它有點像草莓色 但是又透了一點點塗的感覺 對那這個顏色擦上 擦到我的皮膚上面就是 很自然的一個紅勻感 就是你不管你怎麼 手在怎麼鏟啊 沾太多什麼的 它畫起來的妝感都很自然這樣子 對然後又很好勻染 對我覺得它是一個 質感非常非常好 然後粉質也很細緻的一個腮紅 他們家的腮紅不是每一個色號 都適合皮膚比較健康的女生 但是這個01號我用起來 我覺得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就跟你們做分享 我覺得皮膚跟我一樣 比較偏健康的女生都可以參考啦 這個01號用起來的 妝感是真的還蠻不錯的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眼影盤 對這是我比較近期購入的 這個納斯的眼影盤這樣子 對其實我坦白說 我個人沒有非常的愛它 就是它的配色就是這個樣子嘛 你要說很特別也沒有 然後在就是整體設計 再上來說給人家很多驚喜 也沒有這樣子 但是這個眼影盤 因為它的品質的質量是很穩定的 所以它反而變成是一個 對我來說很實用的一個 輔助型的眼影盤吧 就是我上眼妝 如果我覺得有缺一點什麼顏色 我可能就會從這裡面 挑幾個顏色出來 去輔助化我的眼妝 像我今天的眼妝啊 我就是用臉上的腮紅做打底 然後再搭配它的幾個顏色去畫出來的 然後那個妝效就還蠻自然好看的 好 再來呢是這個防曬 我之前就跟你們分享過這個控油防曬 那我會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控油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就是像我之前去小流球真的很熱的時候啊 它擦出來是整個收乾的感覺 我就會覺得舒服很多 就比起有一些比較強到滋潤性的防曬 或者是不控油的防曬來說 這個擦起來就是舒服很多 但是我要跟你們鄭重警告 我用這個去小流球我曬黑了 就變成一顆橘子這樣子 所以你們也可能要考慮一下 或者是我在看看有沒有防曬效果更好 但是又控油的防曬 我目前遇到最控油的防曬就是它 所以我其實還是蠻喜歡它 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跟你們說它控油的效果很好 但是如果你買它是為了要防曬黑的話 可能要猶豫一下這樣 好 接下來跟你們分享幾支口紅 然後它都是在我影片出現過的 那我次就跟你們分享我喜歡的顏色的色號這樣子 那我近期比較喜歡的顏色是比較偏 蜜桃色的顏色 就是比橘再更紅一點 更紅跟粉紅一點的顏色 我覺得比橘的話 比它再更紅一點的珊瑚 或者是蜜桃色 好像對我來說更能夠顯氣色這樣子 好 然後我今天唯一的專櫃唇膏 就是這個納斯的方管 對很多人喜歡 也有很多人討厭 但是我個人喜歡 然後今天要跟你們分享這個色號 它叫做 indiscreet 我不知道它中文是什麼 它下紅後面就是用很小的字 就是非常考驗 視力的寫著 indiscreet這樣子 輕帥 嗯 輕帥的嗎 翻譯是輕帥嗎 輕帥 它的 數字色號應該是120啦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然後它就是一個很標準的 珊瑚粉 很淺的珊瑚粉的顏色 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我不知道對皮膚白的女生來說 會不會太螢光 但是我擦這個顏色是蠻好看的這樣 它就是一個珊瑚粉紅調的顏色 這樣我覺得這個顏色還蠻青春洋溢的 所以我個人就很喜歡這個顏色 然後再來呢 是I am Mimi家的這個 水光唇釉 我今天有用水光唇釉 疊在我的嘴巴上面 你看到這個 光澤感就是這個唇釉的功勞這樣子 那我個人喜歡的色號是01號色的這個顏色 我擦在手上給你們看好了 我確定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這個顏色其實它蠻淺的 對 但是它意外的可以跟很多唇彩做搭配 所以我就還蠻喜歡的這樣子 就是有點淺淺的蜜桃色 偏橘一點點的顏色這樣子 它本身是好像是有一點點薄荷在裡面的 所以在剛擦上來的時候 會覺得有一點 算是涼感嗎 對 但是這種涼感可以幫助你的嘴唇看起來更飽滿這樣 當然他們家還有很多其他的顏色啦 其他顏色的色調就會再更飽和一點 這個應該是裡面顏色最淺的一支 但是因為它顏色比較淺 所以反而比較好跟其他的唇彩做搭配 我個人就還蠻喜歡它 然後再來呢 是曬上的這個我之前分享過 然後我最喜歡的顏色好像也是01號色 大大的顯著01 它也是一個珊瑚粉的顏色 那曬上的這個唇彩呢 它雖然也是水光屬性 可是它就會比較顯色一點 它的顏色是可以疊加的 然後也是跟 其實它跟NAS的顏色有點像對不對 擦上來的感受是很輕薄 但是又有飽和的 所以我就覺得它這個質地是真的做得很不錯 然後它持妝度也還不錯 對 然後我就最喜歡的是這個01號色 然後再來呢 是Maybelline家的這個煙管重套 我最喜歡的顏色有兩個啦 一個是888 一個是1199這樣子 888就比較偏橘 然後這個顏色對來說真的很new 那對於皮膚比較白的女生可能就會橘的感覺再更重一點 但是因為我的膚色本身就偏橘 所以它對我來說就是一個脫脫的裸色 然後裸色就是很百搭嘛 然後又不會讓氣色看起來很差 所以我個人就還蠻喜歡這個顏色 然後再來就是比它再粉一點一點 有點像木玫瑰色嗎 就是帶一點點煙燻感的這個1199 你有沒有發現它就是會再灰 跟其他的存在比起來 它的顏色就是會再灰一點點 然後這個顏色也算是比較帶一點點珊瑚 珊瑚粉然後再加一點點灰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顏色擦上來就是很 我覺得也是蠻少女的 蠻氣質的 然後氣色看起來不錯 但是又不是那種很濃妝的感覺 我覺得他們都是那種擦上來不會讓人家覺得妝感很重 但是又可以提氣色的顏色這樣 如果膚色跟我很接近的話其實是可以參考的 因為這幾個顏色 我覺得擦到嘴巴上面我覺得都還蠻漂亮的 好然後再來呢是一款髮油 我先說我覺得它的滋潤度沒有到 它不雷啦 可是它滋潤度也沒有到那麼理想 但是它用起來的效果也不會很差 那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它的味道 真的超級好聞 用這個你就不用擦香水了 就是這一個 它是美無髮粗的髮油 它就是味道非常好聞 然後後面就有寫 這是藍燙髮質適用 我覺得用它擦完頭髮之後 頭髮的狀況看起來也不錯 但是對於髮 特別乾燥的髮尾的修飾度有一點點欠佳這樣子 然後它這裡還有寫它的味道 它前衛是海鹽加伏手乾 然後中衛是鼠尾草椰子無花果 然後它的後衛是色香跟木質調 我覺得它聞起來就是一個 我覺得就是一個漂亮大姐姐的氣質 很有氣質的味道這樣子 對這個味道真的是 如果有類似這樣味道的香水的話 我覺得我肯定是會買的 然後它的味道聞起來就是非常好聞 就是有一種很有氣質的高級感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不會很貴的髮油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是買髮油很重視味道的話 我覺得你們可以試試看這個 因為它真的是太好聞了 每次用完這個去抹在我吹完的頭髮上面 我真的簡直覺得身心愉悅這樣子 好那再來呢 我們先分享近期買的偏穿搭類的東西好了 你們應該已經看到它在我後面 Standby的陣子了 對 就是這個呢 是UNIQLO家的涼鞋 然後它就是平底的這樣子 對我為了要拍這影片 我還特地把它們擦一下 因為我的使用率很高 所以他們其實被我穿到一次是裝白色 你看這鞋底就是可見穿的頻率有多高 因為他們家的鞋子其實分的尺寸沒有那麼細緻 它就是分SNL 然後我平常的鞋號是35嘛 那我就直接買S號 穿起來是差不多的 然後這個鞋子真的很好穿很好走 因為畢竟是平的嘛 然後它這個底呢 我覺得防滑的效果也蠻好的 然後走起路來也不會有太多負擔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好看 然後很好搭配 然後又好穿的涼鞋 尤其是這個白色 這個白色真的是超級無敵 好搭的 然後穿起來又舒服 所以我最近就很喜歡 穿著它出門 UNIQLO這個白色我不確定 庫存量還有多少 因為現在網站是小尺寸已經是買不到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店面看看有沒有這樣子 這個白色啊 如果你看的它的這個設計 你是很喜歡的話 建議去店面 你趕快去店面看它有沒有 你的尺寸這樣 基本上我這個夏天可能就靠他們 靠他們兩位度過了 我真的是 買了之後就是非常的喜歡這樣子 因為它穿起來真的是太舒服 然後再來呢 也是UNIQLO家的東西 對 所以他們家的這個 呃 寫 算是什麼 它長一下腰包 但其實它應該算是寫背包 對 它就是 要給你這樣子 側背在身上的 它其實在UNIQLO也賣得蠻好的 它出了非常多顏色 那我選的就是這個米白色 它就是很輕 然後容量又夠 像我自己是習慣拿長頰的人嘛 那很多小費包長頰其實進不去 它就是可以很輕鬆的 你看 撞進我的長頰 我最近呢 就是如果我不想要思考出門要帶什麼包包的話 我就是直接拿這一個 然後把我東西都丟進去 然後拉電盒上就可以出門了 就很方便 對真的超方便的 然後它的造型很簡單 啊這個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它造型又很簡單 然後很好搭配這樣 所以我個人就 還蠻喜歡這個小包包的 然後我有買一個黑色的給我們家隊友 它現在就是 如果是我們拼吃 只是稍微簡單的外出的話 它也幾乎都是 拿這個包包出門 就是非常方便這樣 搭起來有一種隨性的休閒感 也蠻好看的 就是大家可以去UNICOR看看 有沒有你喜歡的顏色 因為它顏色真的出蠻多的 然後再來呢 就生活小五的部分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 我住在一個蚊子很 很猖狂的地區 然後我又是一個非常容易被蚊子咬的人 所以呢 我個人非常的 重視防蚊噴霧 對 因為不噴真的是馬上被蚊子咬死 真的會崩潰的那種 很喜歡這個 曼秀雷敦加出的 這個防蚊液 對 因為它裡面有派卡瑞丁的成分 那派卡瑞丁這個成分呢 目前是四位就是公開發表 就是對於防蚊很有效的一個成分 雖然加了派卡瑞丁成分的防蚊噴霧都很貴啦 但是它們真的很有效 因為它有點大瓶嘛 所以我平常是會拿更小的瓶子去分裝它 然後這個防蚊真的很有效 就是一般的蚊子有效 然後小黑蚊也有效 就是基本上噴了它 蚊子就不太會來找你吧 它就是真的效果很好這樣 所以呢我個人就是完全不能沒有它 就春夏秋冬我都需要它 只要沒有我就必須去回購的一個生活小五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也是A型鞋的人呢 很容易被蚊子咬的話呢 你可以去買這個東西來保護你自己這樣子好不好 然後再來呢 也是一個生活小巫是這個 這個 它是Jabra應該這樣唸吧 Jabra應該是唸Jabra吧 Jabra的耳機 那我買的這個應該算是第二代 它現在不知道出到第三代還是第四代 那因為我沒有很在意 我買的東西是不是要最新的 所以我就是趁特價買他們家的第二代這樣 這個耳機呢 它本身的蓋子的那個蓄電量非常的好 就是我如果聽到快沒電我再把它丟回去啊 它大概可以充飽這隻耳機 我覺得至少有兩三次都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一次就可以聽蠻久的 大概聽 我覺得可以聽個 七八個小時六七個小時 就是連續聽六七個小時它才會沒電 就它的蓄電量是非常好的 然後它蠻貼心的是我當初買的時候 它這個入耳式的耳塞啊 有分很多個尺寸 所以就可以依照你的耳朵的尺寸去挑選一個最舒服的 的那個耳塞來用這樣子 這樣子放進去就是蠻牢烤的 就是我這樣子 摔頭基本上它都是不會掉的就很方便這樣子 然後它的音質又非常的好 然後續電量也很完美 就是我帶這個東西出門啊 我是不用煩惱它的充電線的 它現在不確定是出到第三代還是第四代 然後它的價錢也不太便宜 它是那種抗噪降噪的 所以你帶這個 所以帶這個呢 兩隻耳朵都塞著 然後聽音樂的話 基本上外接的聲音是進不太來的 所以我平常還比較 我平常大概都只會帶一邊 不然我真的會聽不到外面的聲音這樣子 對 所以這東西呢 最近對我來說就還蠻實用的 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 全部的東西 啊你來了 好跟大家說拜拜 這個小可憐最近就是有點皮膚病 你看這裡 這邊 有沒有 在掉毛 最近就要擦藥這樣子 就是希望它的皮膚趕快好 但是這樣塗塗的真的有點醜 這麼可愛的小貓結果塗頭這樣子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Amper47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